和首府之后,崇祯皇帝就像着了魔似的,处处精进于温替人,接连处理了几位内科大臣。 进行关注系的节目,崇祯那些年之,遭温的皇帝。 文振梦是崇祯皇帝破格提拔的内阁成员。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,仰慕文振梦的人品和学识,就聘请文振梦给自己讲授儒家经典。 所以,文振梦不但学问好,为人非常政治,他在给皇帝讲课的同时,还时时提醒崇祯皇帝,小心燕党分子的翻案等等。 文振梦的每次建议,崇祯皇帝基本上都采纳了。 应该说,崇祯皇帝对文振梦非常的信任,但是内阁守护文体人觉得,这对自己形成了威胁,自己很可能会被文振梦取而代之。 那么这一次,文体人将会如何对付文振梦呢? 厦门大学傅晓梦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讲书系列节目,崇祯那些年迟,遭温的皇帝。 文体人有的是办法,他采取了三个步骤。 第一,先和文振梦搞好关系。 文振梦入阁之后,这文体人表现得非常的恭敬,非常的谦虚。 这文体人呢,他每天的事呢,就是替这崇祯皇帝啊,草拟圣旨。 这圣旨拟好之后呢,他一定要交给文振梦去过目。 文振梦提出的任何一个小问题,他都心愿诚服的,至少是表现得心愿诚服的,接受意见,逐一改过来。 这种谦虚的态度啊,就让文振梦觉得,哎,这文体人为人不错呀。 所以他就对另外一个内阁成员说,你看这文体人,为人这么谦逊的,你们怎么都说他奸呢? 第二,找茬激怒他,让他失态。 通过第一步这个套关系呢,这文振梦啊,就对文体人呢,不加防范了。 文振梦觉得文体人挺好的,这两个人关系呢,处得还很和谐。 这个时候呢,文体人想,嗯,我得找茬儿,跟你撕破脸,让你暴露你的弱点。 找什么茬儿呢? 这有一天啊,这文体人呢,就拿了一个文振梦写的奏书,找到文振梦,说,这个地方你必须改过来。 文振梦,前朝状元,哪受过这段待遇? 他是皇帝的老师啊,当然不改。 文体人,你看你不改,他抄起笔,就把那他认为是错的地方,挥笔就给抹了。 这文振梦就大发雷霆,拍桌子,边喊边骂,甚至把这桌子上,案子上那些书啊,奏书啊,拿起来就朝这文体人身上扔去。 完全失态了。 旁边的同僚就想,这哪像个内阁成员啊? 这怎么会合适当内阁首辅啊?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呢? 因为在内阁这样的权力中心啊,要想在这种地方长期站住脚,那是不能吐露自己的真性情的,不能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的。 这文振梦啊,就是一个学者,是一个性情中人,他就不适合做什么行政工作,更不适合在这个内阁和这帮大臣们玩政治。 所以呢,这文体人的激将法啊,就彻底的暴露了文振梦的致命弱点。 文体人成功了。 第三步,找茬弹劾他,让他裹蛋。 找什么茬呢? 文振梦有个好朋友,是个阎官。 因为弹劾文体人呢,被文体人削己为民了。 这文振梦就知道是文体人干的事。 是文体人使得坏。 很生气啊。 没法说,就见到文体人就说,从一个阎官,被贬为老百姓,真是太光荣了。 多谢您老人家的美意。 这文体人面对文振梦的冷嘲热讽,毫无表情,跟没听见一样,不理他。 转过身去呢,就给皇帝打小报告了。 说皇上啊,您总是用高官,用官位来鼓励天下世子,对吧? 那么天下的世子们就是因为想做官,做官光荣,才为国家效命,对吧? 可是你听文振梦怎么说,从一个阎官到老百姓,太光荣了,太荣幸了,如此颠倒是非荣辱,怎么能够担当朝廷大任? 皇上一听,顿时大怒,这个文振梦,官带贤助,意思是说,回家闲待着你。 就这样,文振梦被文体人赶出了内阁。 从文振梦被崇祖皇帝破格提拔为内阁成员,到文振梦被文体人设计赶出内阁,前后不过三个月,这个文振梦就成了崇祖王朝,历史最短的一位内阁成员。 文体人成功的把文振梦排挤出了内阁,还是意忧未尽,为什么呢? 他这会儿又要开始打击和迫害另外一个异己了,大家会问,又是谁威胁到了文体人的地位了呢? 谁又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呢? 这个人呢,叫郑曼,郑曼和文振梦啊,同年的近视。 文振梦是状元,郑曼是榜眼,一个第一名,一个第二名,这俩人呢,相见恨晚,志同道合,是终生的默逆之交,绝对的铁哥们。 搬到文振梦之后,文体人把下一个目标描住了文振梦的铁哥们,郑曼。 郑曼是明朝天启二年的近视,因上书弹劾燕党,被将职卖掉,天启六年,由于公开声讨燕党分子,被虚职为民。 为了免遭毒手,郑曼远走他乡,隐姓埋名,历尽了磨丹。 那么温齐人为什么会把矛头对准他呢? 有一天呢,郑曼接到他老同学内阁大学室前世生的一封信,前世生在信中对郑曼说,你快来北京吧,我向温体人推荐了你,他想重用你。 郑曼接到信之后呢,就有点犹豫不决。 马上写信呢,给他在北京的好朋友文振梦了,征求意见。 文振梦当即就回信了,劝他千万不要到北京来。 这郑曼有点纳闷,你入阁了,春风得意,不让我进京城,什么意思啊? 他就又给另外一个朋友写信,征求意见。 这个朋友也马上回信告诉他,千万不要到北京来。 这会儿这文体人和文振梦啊,矛盾正深着了,正撕破脸尖锐着了。 谁都知道你和文振梦关系特别好,你一来准得受牵连。 哦,这下郑曼知道了,为什么老朋友文振梦不让他进京城? 所以呢,他就打消了进京的这个念头。 可是又过了不久呢,又有一个人催他进京。 这人谁呢? 郑曼父亲的智交,郑曼的启蒙老师,叫孙顺行。 他也入了内阁了,这孙顺行啊,是看着郑曼长大的,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和人脉。 说我要进京当内阁成员了,我非把你带着一块进京不可。 这郑曼心想,两个内阁成员都是一个老师一个朋友,这怕什么? 就跟着这孙顺行呢,就进了京城。 这一年,郑曼已经42岁了。 进了北京之后呢,他第一件事呢,就是面见文体人。 这文体人知道郑曼是文真梦的智交,可是呢,还想把这个江南才子拉到自己的帐下,很亲切的接见这个江南才子,然后试探他的政治立场,就问。 你从南方来,那边对朝廷都有什么议论呢? 那个郑曼说,国家现在需要人才,可是朝廷呢,不重用人才。 这话一说,这文体人心里就不高兴了。 冷冷的说,不是不重用人才,是没有人才可用。 这时候这文体人就已经很反感了,可是压着火没发,这有正万呢,田园时间长了,没颜色。 没看出来文体人已经不高兴了,还在信口开河呢。 他说,朝廷如果重用人才,人才自然出现。 朝廷不重用人才,人才自然消失。 现在边关这么紧的,大敌当前,如果有真有像萧河发现寒信,宗则赏识岳飞,那何愁外寇不能够消灭呢? 这话说到这儿,这文体人就已经对这个正万已经是非常厌恶了,可是面子上还得过得去。 冷冷的说,嗯,你的建议好,我一定考虑准备采纳。 可是心里在这嘀咕,这个人的锋芒啊,像刀子一样,这会儿不过是个数级士,一旦入了阁,那还得了,不行,我得除掉它。 就这样,这正万进了京,第一次见了这文体人之后呢,这文体人就准备设计要除掉它。 那怎么个除法呢? 文体人也在想啊,你说这正万呢,不过就数级士,没当官,没任职,没有劣迹,没有把柄啊。 嗯,想起一个人来,谁啊,正万的舅舅,唐舅,退休在家,前任的内阁成员,他一定会了解正万的一些私生活的事。 想到这儿呢,这文体人呢,就来到了这位唐舅叫吴宗达的家,到了吴宗达家之后呢,一阵寒暄,就直奔主题,就打听这个正万。 没想到,让这文体人没料到的是,这吴宗达一听到正万俩字,他这个唐外甥啊,吃不打一处来,说了他很多坏话。 给他描述了一件事,听到的几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,就说这正万呢,就是吴宗达说的啊,说这正万呢,会一种民间的方术,叫鸡仙幻术,又叫伏鸡。 哎,正万就是通过这种办法,用这样的方法,迫使他的父亲,丈子,也就是用棍子抽打自己的母亲。 这文体人一听好家伙,这种大秘不道的事,这正万都敢干,大喜国王,回到家里亲自提笔写上书。 第二天亲自拿着上书去弹劾正万。 他给正万的罪名是什么呢? 叫假鸡仙幻术,破腹诈谱。 崇祯皇帝拿到上书一看,不会吧? 他知道正万,这么有才华正直的人,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呢? 就问这个文体人,你哪来的,你哪听了这些材料? 这文体人就告诉了材料的来源。 皇上一听,啊,正万舅舅报得了,相信了,而且大怒,命令刑部,立刻把这个正万抓起来,给我严加审讯。 就这样,这位江南才子,进北京还不到一个月,浪荡入狱,成为刑部大牢的阶下丘。 人们会问,你说这个正万的舅舅干嘛要告自个儿的外甥呢?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,这就怪正万。 这人呢,为人太耿直,甚至有些迂腐,为什么这么说呢? 中国古代这个科举考试啊,虽然是通过考试来确定一个人的命运,但是参加考试之前呢,得有人推荐。 这个推荐者呢,自己必须是有功名的人,而且声望很好。 而正万呢,在家乡就是这么一个人。 有一天,吴宗达来到正万家,想让正万推荐他的儿子,也就是正万的表弟呢,好举人。 正万说,心想,这表弟人品也太坏了,太差了,拒绝推荐。 这一下,就把吴宗达堕罪了。 所以吴宗达一听说,温体人打听正万的劣迹,马上就把这个道听途说这事呢,就告诉了温体人。 那正万被打入大牢之后呢,坚决否认这温体人的指控,自己上书,给自己辩护。 他就恳求皇上啊,说您不要相信一个远在家乡的唐旧的捕风捉影。 您应该派人去到我的家乡去了解情况。 当时这个刑部尚书叫冯英,冯英看了这个案子就说,即使你温体人的指控成立,也不过是破妇丈母,并没有亲自责大自己的母亲啊,所以不孝之罪,不成立。 然后就恳求皇上说,这正万是个人才,希望您往开一面。 皇帝一看这个结果,当然就不高兴了。 找个茬就把这个冯英啊,刑部尚书啊,给革职了。 然后把正万的案子呢,就移交给了锦衣卫政府司。 锦衣卫提督吴孟明,一看这个案子就想,这都几十年前的事了。 本来就是民不举官不咎的事。 再说了,人家父母都去世多年了,这事没法查证啊,既无法证明他有罪,可是也没法洗清他的罪名。 怎么办呢?没办法,这案子呢,就拖下来了。 这温体人呢,就是这样,捏造罪名,利用崇祯皇帝的手,把他未来可能成为正敌的正万, 打入了大牢。 打入大牢之后,这正万一关就是三年时间。 一心想要报效朝廷的正万,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羽翼,就被温体人残酷的折断了。 按道理说,正万的案子应该很好审理,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 自从正万走进大牢之后,就再也没有走出来。 三年后的一天,崇祯皇帝突然想起一件事,说各部门去清理一下冤案, 看谁受冤枉了。 你说这崇祯皇帝怎么突然想起要清理冤案了呢? 因为这一年呢,京城大汗,不下雨啊,有人就说,皇上啊,肯定有冤案了。 崇祯皇帝说,好吧,咱们清理一下冤案,感动上天,给咱下点雨。 这几位提督一听说要清理冤案,就把这个正万的案子呢,又承报给皇上。 说希望您呢,给正万平反,释放他回家,一定会感动上仓给咱们下雨的。 这崇祯皇帝虽然非常希望感动上仓给咱们下雨,却就是不宽恕这个正万。 而且大声的愤怒的斥责这个锦衣卫提督说, 仗则母亲大逆不道啊,怎么可能是无辜的呢? 既然无辜,怎么没人给他申冤呢? 你说这崇祯皇帝啥记性啊? 怎么可能没人给正万申冤的? 别的不说,就说正万的家人。 正万被捕之后呢,上下的打点,到处的找关系,最后找到谁了? 找到崇祯皇帝的岳父,就想通过周皇后来为正万申冤。 这周皇后见到皇上就说了一句说, 听说长叔有个正万,还没等周皇后说完呢? 这崇祯皇帝眼睛一瞪,你整天在家待着, 你整天在深宫里待着,知道什么是正万? 这一句呢,就把皇后给堵回去了。 皇后又不敢说了? 可能是这崇祯皇帝日理万机啊,把这茬就忘了。 他就想想,嗯,你不明白? 你到京城里去找一个正万的同乡, 打听一下事实真相。 找来找去还真找来这么一个同乡, 这同乡被请进这个政府司之后呢, 不但确认了这个所有的对正万的指控, 而且天忧加速说了很多很多正万的劣迹。 可是当这个把这口供写好之后, 准备往上承的时候呢, 这同乡翻供了, 政府司没办法再把他叫来重审, 他不说了, 他说正万的所有的这事啊, 我都是道听途说, 我没证据。 这这一位没办法, 就如实的呢, 把这情况向崇祯皇帝汇报。 他的结论是, 事情纯属传闻, 罪行多是诽谤, 格职呢, 太轻了, 发配呢, 太重了, 没办法, 请皇上胜财。 皇上一看这个结论, 大发雷霆, 灰气笔就在这个锦衣卫的这个上书上就批复道, 将正万, 鸾戈处死, 鸾戈也是千刀万刀, 而且要割三千六百刀, 正万听到皇上的圣财之后, 长堂的叹了一口气, 什么话也没说, 然后在他的案子上铺了一张白纸, 用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, 画完圆圈呢, 用墨汁把这圆圈全涂黑了, 旁边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呀, 这意思太明白了, 正万的意思是说, 大明王朝暗无天日, 那么, 大家会问, 崇祯皇帝为什么就听信这温体人的这诬告, 不问证据, 就非要把这正万乱戈处死呢? 他怎么就这么恨这个正万呢?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, 第一啊, 崇祯皇帝要整顿世风, 以孝道治天下,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, 正是明朝末年, 这是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一个时代, 他想扭转世风, 用什么方式呢? 提倡孝道, 可是多年来提倡孝道, 没任何结果, 没有任何效果, 这会儿突然碰到一个大逆不道的, 他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这么一个不孝的典型, 因此他就要严加惩处, 第二个原因, 崇祯皇帝自幼丧母, 崇祯皇帝五岁, 母亲就去世了, 从小失去母爱的朱友简, 对母亲非常怀念, 长大成人之后, 就通过太监, 就打听到了母亲的坟墓的地方, 总是抽空去在坟前祭奠, 登基做了皇帝呢, 就把自己的母亲封为孝纯皇太后, 然后请人给母亲画了一个肖像, 每到母亲的忌日啊, 总是哭着祭奠母亲, 所以从小失去母爱的崇祯皇帝, 在心里有深深的阴影, 这也是一个结啊, 这个结一旦被触发, 他就会失去理性, 不问证据, 不杀不解心头之恨, 那么大家还会问一个问题, 这个郑曼究竟有没有破付账户, 有没有做这种大逆不到的事呢? 郑曼十八岁那年, 他父亲叫郑振仙, 纳了一房小妾, 这小妾特别能跑这郑振仙的欢心, 所以这郑振仙对这小妾宠爱有加, 可是这郑夫人呢, 郑曼的母亲呢, 吃醋了, 妒忌, 总是和这小妾过不去, 按理说女人之间吃醋, 应该是很正常的, 是可以理解的, 可是这郑振仙呢, 就不干了, 他就想替她这个小妾, 出口气, 要惩治一下她的夫人, 你惩治夫人总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吧, 他就想出这个招, 干嘛呢? 鸡仙幻术, 在那个沙土上写出了六个大字, 仗则正门无事, 这郑曼一听说夫妻叫仗则自己的母亲, 不干了, 叩头无提气, 请代夫赎母罪, 就是郑曼磕头啊, 给夫妻磕头, 边磕头边哭啊, 说我来做那个执笔的人, 来赎母亲的罪, 就他去写, 其实郑曼根本不相信这一套民间的幻术, 他就想用他自己的手, 拆穿这个把戏, 制止父亲, 仗则自己的母亲, 那么大家会问, 既然你郑曼是冤枉的, 你为什么不说明真相呢? 他能说吗? 我们现在人也是这样啊, 如果自己的长辈做了些不光彩的事, 我们能跟外人说吗? 我们能在大庭上嚷嚷吗? 这叫家丑不可外扬啊, 封建社会讲的孝道, 有一个重要内容, 就是子为父隐, 也就是说父亲犯了罪, 出了错, 儿子得隐瞒, 法律规定的很清楚, 父亲犯罪, 儿子没有义务揭发, 父亲犯罪, 儿子隐瞒, 不犯包庇罪, 所以郑曼就不能在大堂上把自己父母这点事供出来, 他心想, 这老爹喜欢这鸡仙换树就已经够荒唐了, 而且呢, 还是为了袒护自己的小妾, 要仗则自己的夫人, 这也太荒唐了, 说不出口吧, 自个儿母亲呢, 和自己丈夫的小妾争风吃醋, 这叫杜妇啊, 这个名声在那个时代也不光彩, 所以郑曼怎么想着这事不能说, 而且父母已经去世多年了, 他不能用自己的生命, 让自己的父母去世多年的父母的名誉受损, 温体人一味醉心于排除一击, 打击政敌, 树立颇多, 在温体人扶政期间, 上书弹劾他的人不计其数, 这些人不但没有搬到温体人, 反而引火烧身, 有的被把关, 有的被流放, 甚至有人被当场仗击而死, 那么温体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, 为什么他会成为崇祯世纪当政最长的首府呢? 通过文贞梦被赶出内阁, 和这个郑曼被鸾戈处死, 我们就会感受到, 崇祯皇帝完全被温体人给蒙蔽了, 可是崇祯皇帝浑然不觉, 根本没有感受到自己已经被操纵了, 这会儿呢, 这京城内外传着一个歌谣, 歌谣有一句唱道, 崇祯皇帝遭温了, 这温体人的温和温义的温, 谐音, 意思是说崇祯皇帝遭了温义了, 受了温体人的蒙蔽了,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能够被这个温体人蒙蔽呢? 就是因为崇祯皇帝太信任温体人了,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信任这么一个奸称呢? 就是因为温体人也不是个一般人, 他有四个特点, 第一精明强大, 内阁大臣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不就是给皇帝逆圣旨吗? 每次逆旨的时候会面对大量的数据, 来往的帐幕, 人头地名, 一般人看了就眼乱了, 眼韵, 可是这温体人呢, 一目了然, 过目不忘, 处理得井井有条, 第二, 微观清廉, 在明朝末年贪污之风盛行的这官场上, 这温体人从来不接受贿赂, 他就要在崇祯皇帝面前保持一个清廉的形象, 以巩固自己的位置, 第三, 第三, 五大郎开店, 温体人当首府, 他的内阁成员呢, 大部分都是一些庸碌之辈, 这就显得温体人特别的优秀, 这就是温体人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结果, 那些有才华的人是不可能入阁的, 像这种才华横溢, 扑付众望的文真梦和正漫必然会遭到迫害, 第四, 凤银有数, 这温体人特别能揣摩崇祯皇帝的心思, 每当遇到重大的疑难问题的时候, 崇祯皇帝就要问这温体人, 温体人总是说, 为圣明才觉, 你说遇到事, 总是圣明才觉, 要你这个首府干嘛呀, 所以有些大臣就封刺, 讥讽这温体人说呀, 哎呦, 你也是太能揣摩皇上的心思了, 你听这温体人怎么回答, 揣摩皇帝心思, 我每次尼圣旨的时候总觉得哪哪都不对, 也没法解决, 乘给皇上一看皇上的意改, 这会儿啊, 你连佩服的心思不来不及呢, 还想揣摩皇上心思, 这话说的, 就是说给皇上听的, 皇帝听了之后很受用, 根本觉察不出来这温体人的虚伪, 反而觉得这温体人真是忠诚可靠, 就这样, 温体人呢, 由于皇上的这种支持呢, 信任呢, 就在内阁一手捉天了, 他还不满意, 又把迫害之手伸向了民间, 民间会有谁威胁他的地位呢, 还真有这么个人, 这个人叫钱千亿, 说起钱千亿, 大家可能不认识, 但提起明末清初的情怀八艳之一, 柳如氏, 大家应该听说过, 这柳如氏啊, 虽然是歌迹出身, 但人长得很美艳, 不但这个长得漂亮, 而且才华横溢, 那诗歌写的婉约动人, 而且能歌善舞,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 这柳如氏啊, 心高气傲, 那些风流才子, 谁追他都看不上, 结果呢, 他居然嫁给了一个, 比他大三十岁, 年过半百的老头子, 钱千亿, 所以这钱千亿还真不是一般人, 他当时就是大文学家, 大诗人, 而且是朝廷下了台的大臣, 东民党人的领袖, 那么这个温体人为什么要迫害这钱千亿呢, 他就觉得这钱千亿的名声太大了, 他就怕皇帝哪天突然想起来, 就像提拔文真梦似的, 把他也提拔在内阁来了, 威胁他的地位, 所以呢, 就准备陷害他, 怎么陷害呢, 有一天, 温体人接到了一个上书, 状告钱千亿五十八条罪状, 条条都很夸张, 甚至说钱千亿把持朝政, 生杀大权, 显然是编的, 一个民间绅士怎么可能把持朝政呢, 温体人一看这上书呢, 还没等这皇上批复呢, 他就利用他的权力, 假传圣旨就把钱千亿呢, 从这乡下呢, 带到京城打入了大牢, 钱千亿被打入大牢之后呢, 他就被自个儿申辩了, 就上书, 没有任何结果, 钱千亿知道, 这是温体人在陷害他, 上书是没办法的, 也想起了一个人, 这人谁呢, 这人叫曹化淳, 曹化淳是干什么的呢, 他是斯里坚的大太监, 斯里坚大太监是专门带崇祯皇帝批阅奏章的, 斯里坚太监专门给对皇帝批阅奏章, 所以是崇祯皇帝最信任的一个人, 他找曹化淳有用吗, 这曹化淳呢, 他有一个师父叫王安, 前任的斯里坚大太监, 那王安死的时候呢, 是钱千亿给写的碑文, 这一下就有了交情了, 曹化淳一看, 给我师父写过碑文的人, 这忙得帮, 况且他也看到过上书, 知道钱千亿是被冤枉的, 说行, 全力营救, 可是温体人就听到消息了, 你曹化淳要出面救钱千亿, 不行, 咱们得先下手为强, 就缩使这言官呢, 就弹劾曹化淳, 弹劾什么呢, 收受了钱千亿四万两银子, 曹化淳一听就火了, 温体人居然搞到我头上来了, 行了, 那咱们俩就逗逗看, 本来就钱千亿是看我师父的面子, 这会儿咱们俩就逗一逗, 看谁逗过谁, 这一志气啊, 这曹化淳呢, 就到崇祯皇上面前, 主动请应, 皇上, 把这钱千亿的案子交给我审, 皇上行了, 你审吧, 有了皇上的支持, 这曹化淳呢, 就奉圣旨之名, 开始彻查钱千亿一案, 这案子其实很简单, 这个给皇上上书, 告钱千亿五十八条罪状, 这是谁啊, 这人就是长书县衙一个师爷, 专门替别人曹你这个诉讼状为生的这么一个人, 他为什么要告钱千亿呢, 因为他收了温体人的银子, 一句话就是温体人花钱雇的, 这个上书弹劾曹化淳收贿赂呢, 也是温体人指使的, 案子审理清楚, 他说曹化淳呢, 就把这个审理案子的结果呈给冲众皇帝看, 冲众皇帝一看, 你说这温体人天天躲在家里装病, 却有这么多人替他打头阵, 一会儿陷害这个, 一会儿弹劾那个, 说明什么问题, 和冲众皇帝恍然大悟说, 体人有党, 也就是说温体人也接党, 这一下冲众皇帝不高兴, 生气了, 一声令下, 把这张汉如等人呢, 用150斤重的重家给活活夹死了, 这温体人这会儿在家还不知道呢, 养病呢, 等着这个除掉前前一的好消息呢, 同时呢, 他为了撇清自个儿啊, 装模作样的写了一个辞诚, 说我有病, 我要回家休养, 他以为皇上会挽留他, 皇上一看这个辞诚, 马上批复了三个大字, 放他去, 温体人一听, 放他去的圣旨下的筷子都掉地下了, 他没想到, 崇祯皇帝会做出这样的决定, 老百姓一听, 崇祯皇帝把温体人赶回老家去了, 欢声雷动上街庆祝, 你说这么遭人讨厌的这温体人, 怎么就会在这个内阁首府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八年呢, 可见崇祯皇帝遭温程度之深呢, 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, 那正当崇祯皇帝被国内的形势整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 从陕西传来一个消息, 什么消息呢, 李自成啊, 带了几万人马, 被堵在了车厢侠, 这车厢侠是一个绝境, 逃不出去了, 彻底消灭李自成武装的机会来了, 崇祯皇帝一听这消息, 大喜过望啊, 心想, 这几年的功夫没白费啊, 太好了, 那么李自成的命运究竟如何呢, 我们下回再说。 敲用区中心 deber走了, 油飓示他しく desenvol除对当地, 也过的那还可以用心答案了喜र 西伯身样他永远的, 我们下輻anged и拿来自分利的尽量,